看一下第一题完成之后 所以我把那个图放过来 那你可以看到 只要效果类似有长得像这样就可以了 你把眼睛闭起来 眼睛打开 主要是这个遮瑟片的图层 那可是问题啊 题目里面要求我们做的就是 把那张PSD02 其实就我们刚刚贴上的东西 做两次哦 其实做两次 第一次的话要做什么呢 第一次就是图层混合模式 图层混合模式刚刚有讲过嘛 点两下嘛 它就跳出来了 那要做什么 绿色的效果 不透明度50% 再复制一次 也就是刚刚那张图 要复制两次 然后呢图层混合模式 有一个所谓的色彩增值效果 色彩增值效果做什么呢 不透明度80% 所以其实就贴上两次 第一张我们刚刚已经贴上一次了 那贴上之后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 先做什么呢 绿色 再做色彩增值 不透明度50 一个是80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那怎么样去针对 这个图层做一些变化 那你可以直接从哪边 这个图层二呢 上方会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 一个清单有没有 这个是正常 那它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叫绿色 有没有一个叫绿色 绿是过绿的绿啊 绿色 另外一个不透明度 预设就50% 所以其实你只要第一件事啊 先把它改成绿色 OK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哦 它的效果基本上 哎 关掉你会发现呢 哎 它的那个 不透明度啊 填上去之后呢 效果哎 有点 比较不一样 那另外再来一次 所以你就切回到原来这一张 再按右键 再复制一次 一样复制到206 他叫图层三好了 因为题目没有要求 什么名称 我们用图层三 再切过来206 那你会发现又一个图层三了 那如果把这个币起来的话 其实就是刚刚那一张 啊做什么呢 题目里面要求 就是要把这边改成什么 色彩增值 不透明度80 所以色彩增值在哪里呢 各位找一下 在第几个呢 第四个嘛 OK 然后不透明度多少呢 80 预设是50 把它改成80 OK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的效果就做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把这个眼睛 闭起来 跟打开 有没有 它这个效果呢 就会有点点不太一样 那你可以跟那个完成档做一个比对 大概的效果 就是这样 OK 不过好像这个光影 我们应该还可以再往往右下一点点 因为这边好像他也遮到了 像他这边也遮到了 这边就没有遮到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做出来的效果 类似长这样子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还会有哪一些部分要增加呢 基本上 后面的部分呢 题目还会要求怎么样 把那个蝴蝶的部分去背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去背 这张图还颇麻烦的 追PG这张 为什么 因为他背景怎么样 哇 太乱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用快速选举工具 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最后呢 还是非得要套索 慢慢去套 不然没办法 因为他这张图的背景实在是太乱 他如果是单一个颜色 那就是非常好了 为什么一选马上反转就好了吗 可是这个没有办法 还是要慢慢选 那选完之后要做什么事呢 题目里面要求就是说 要把它水平翻转 他本来是这个方向 本来是这个方向 要把它水平翻转 并且呢 让他旋转几度呢 -15度 并且加上阴影效果 阴影效果 那阴影效果呢 哎有什么样的特别 你会发现呢 他的阴影不是黑色哦 他的阴影是白色的 那有点像怎么样 光好从下面打上来的那个感觉 ok 而且呢 除了说你会发现 除了有一只蝴蝶之外 这边也有一只蝴蝶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这这边有一只蝴蝶吗 其实这一只怎么样 复制过来 转个方向 啊最后还有个蝴蝶 蝴蝶这个字的 他原来 其实这个跟前一题有点像 有没有 有点描边 但是又多了阴影 哎有没有 啊其实他原来的字在哪里 在这里 蝴蝶 黑色的 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黄色 除了有描边 还要阴影 ok 所以其实你可以试做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着把刚刚的那个 第二题部分先完成 那我建议 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我们题目里面的要求 然后尽可能照题目的方式来做 那将来我们期末考试的时候 理论上应该就是照这个题目 应该暂时不会做 负变化了 不过 理论上 那怎么样选取 当然方法很多 要不就是你们可以用前面讲过的快速选取 不过快速选取好像问题会蛮大的 魔术棒更大 ok 那刚刚有同学 推荐用磁性的 不过这个磁性 还是需要 做一点点的修改 比如说你用磁性的话 你会发现了 绕一圈没问题 但是这个虚虚可能又会有问题 因为虚虚怎么样 太细了 而且这个虚虚可能没办法用磁性吧 磁性可能 磁性不能用 所以就要切回到套索嘛 所以我们怎样 Ctrl加号 把它放大一下 虚虚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图的解析度海上还是不太够了 所以选 你大概选大概就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记得用什么 用套索 然后上面有什么 增加或减少 预设是新增一个选取 记得把它改成新增 因为我要再选完用 我刚用磁性 再用了什么增加的模式 那记得把这个虚虚 选进来 不过这个虚虚 记得从里面 加的话从里面绕出来 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手真的不能抖 抖一下也不行 因为这抖一下要重来了 OK 这个虚虚是最难的地方 如果你绕一圈之后 没有发生状况的话 那恭喜你了 因为这个真的还蛮困难的 就稳定性 测验你的稳定性 好绕一圈了 有没有这个虚虚就选好了 OK 所以真的很困难 不过这样能够一次就做完 真的就是要有练过的 所以因为这东西 需要一点点的就是手的稳定度 还有你的这个聚精会神 而且这个时候不能分心 尽量这个时候也不要讲话了 不过我要上课没有办法 还是非得要一边做一边把这个那尽可能的把他维持这个一个平顺度 OK好 绕回来之后放开 好他的虚虚就出现了 再把他砍凑 好蝴蝶就把他选起来 不过这蝴蝶可能要花蛮多时间 我看刚刚同学 选到满头大汗 我应该是因为今天天气还蛮冷的 好那其他细节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在自己再把它做一些修改 好那这个地方呢 最后做完了题目要怎么样 執行影像做那个水平翻转 他说要把这一张去背之后 然后放到其实二零六 然后呢做水平翻转旋转负十五度 并且设定什么阴影效果 所以会有四个动作 一把这一张选好的部分丢到二零六 水平翻转跟旋转 然后加阴影 所以四个部分 好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把它复制过去 但你可以用复制图层了 我的习惯是Ctrl C 因为已经选好了 Ctrl C 然后二零六 Ctrl V贴上 好第一个 第二个呢水平翻转在哪里呢 编辑里面 变形里面就有个水平翻转 其实这边最快了 但你可以Ctrl T 再让它旋转 其实不过 Ctrl T好像只能旋转 它不能水平翻转或垂直翻转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 水平翻转变形里面 再来的话呢 移动它到哪里呢 到参考一下 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拉空一点点 大概这个位置 接近 或者用上下左右键 慢慢去移动它 移动到可能是题目要的位置 再来怎么样 Ctrl T Ctrl T就是任意变形 然后旋转角度 旋转角度这边就有 角度 你就输入-15度 OK这个时候的话打勾哦 记得哦 -15度之后 请你把它怎么样 再做个打勾的动作 然后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蝴蝶移动过来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位置还不对的话 你可以再让它用上下左右键去移动它 或者用那个滑鼠去移动 没有办法很细的 一移好像感觉就移的很多 如果你要精细的话可以用上下左右慢慢去移动它 大概是这个位置的哦 好 那这个完成之后的话我们就完成蝴蝶的图层了 最后的话还要做什么 蝴蝶的效果 那题目有提到就是那个阴影哦 不过阴影在这里哦 其实不是前面用的阴影前面用的阴影哦 是黑色的阴影 那这一题的话你会发现它它的阴影是白色的 有点像是哦 光线从下面打光有没有哎 下面亮亮的哦 那所以这地方的话怎么加上阴影的效果 一样在这个图层有没有其实这个图层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图层 当然你也可以改名称了 不过题目没有讲我们就用图层4 然后呢快点他两下 这个时候有没有图层样式就出来了 应该还记得了这图层样式还蛮重要 我们前面用多蛮多地方都有阴影 那阴影的部分的话 请你在阴影的地方打勾一下 打勾之后你会发现呢 他有阴影 不过阴影黑色的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把这个黑色的阴影改成白色的 把它拖拉到白色 啊白色就是左上角这边有阴影 哎白色出现 可是这个白色的 它的那个展开跟尺寸有点不太对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展开有没有 哎稍微加大一点点 这个再加大一点点 那你会发现奇怪怎么都没有效果 最重要的原因是这边了 你会发现哦 色彩混合模式有没有 请你 这边是色彩真实吧 请你把它改回来 改成什么 改成正常 因为刚刚我们好像有改过那个 就是图层样式里面的混合模式 那请你把它改成正常 ok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哦 记得哦 阴影的地方哦 加阴影 然后这边改白色 记得这边哦 要改正常 那间距的话大概五了哦 我我这边有调过哦 给各位一个参考数字 至于要展开多少 哇你会发现展 这个有没有 感觉好像如果做个动画有没有 你看他会一闪一闪的哦 那不过大概根据那个完整档大概版 大概五个间距大概五了哦 然后展开大概大概五那尺寸的话大概多少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尺寸有没有哎 他有另外不同的效果了 大概二十大概十五吧 我记得大概五五十五左右哦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阴影的部分哦 那阴影做完之后的话哦 他还要我们怎么样再做一个缩小板 放在右下角 并且把它设定混合模式是强烈光源哦 好啊这个地方我想其实 请各位先完成到这里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有关那个蝴蝶的部分 那尤其哦 我会仔细去看你们的那个蝴蝶的触须哦 因为那个触须是最困难的地方 哦因为这触须说真的要选到哦 完美无瑕完美无缺 其实真 选到很让人家看起来不会觉得怪怪的哦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有那个细致程度要很够哦 那就等你看起来 那我们把老虎吴都拍到了 我们的看起来 我们的帮助